2月24日,俄罗斯发起了对于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可以看出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中,俄罗斯几乎没有派出大量的固定翼战斗机来针对乌克兰展开空中打击行动,同时导弹的发射数量也不多。 这证明,俄罗斯根本没有对乌克兰下狠手,因为一旦俄罗斯下狠手,乌克兰根本不是对手。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没有发起任何的斩首行动,因为在此次俄罗斯看来,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将乌克兰赶尽杀绝,而只是想要给乌克兰一个足够的教训。 在军事行动的前三天,俄罗斯基本上每天凌晨使用导弹来对精准打击,但有迹象表明,目前乌克兰空军依旧具备实力。 目前的状况已经表明,乌克兰境内对于防空武器的需求度是相当大的。 德国、荷兰、立陶宛等多个国家也火速向乌克兰送来了急需的武器装备。 据了解,这三个国家均向乌克兰提供了独自式防空导弹。 不过这一防空导弹,为坚扛式防空导弹,只能够对正在降落的军机或者直升机进行威胁。 而高空的战斗机是根本无法击落的。 在2月27日下午,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部通过其社交媒体宣布。 目前,乌克兰空军已经获得了来自西方国家提供的大批空空导弹。 在乌克兰空军现有的米格战斗机上。 目前,乌克兰空军装备有米格戈29和苏格27两款制空战斗机。 而这两款战斗机均为前苏联的产品,在俄罗斯空军的战斗序列中有着同款飞机,作为实力强悍的重型战斗机。 乌克兰所装备的苏格27已经落后于俄罗斯。 同时,乌克兰目前能够使用的导弹包括了R-77空空导弹、R-60空空导弹、R-73空空导弹。 它们也明显落后于俄罗斯所装备的空空导弹。 西方同盟国家手中获得相关空空导弹,也让人质疑西方国家手中怎么会有俄制空空导弹呢? 实际上,苏联研制的米格戈29战斗机曾向多个国家大量出口。 目前,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该型战斗机以外,波兰、斯洛巴克、印度等很多国家都装备有米格29战斗机。 所以不排除西方国家是从这些海外国家手中收集到了可以装备在米格-29上进行使用的空空导弹。 而一旦这些空空导弹运抵乌克兰,并且让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重新升空,制空权会要被遭到挑战。 米格-29战斗机虽然被称为机场保卫者,但是具备不错的机动能力,因此在配备空空导弹之后,可以对于俄罗斯空军造成不小的威胁。